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马上带你关心今天的天气了 先从卫星运图上来看到 虽然之前这第11号摩羯台风 它已经远离我们了 而且就在昨天下午 它减弱成热带新低气压 不过可以看到台湾附近 现在的上空还是有蛮多的云层的 主要就是台湾的东方海面 这低气压是逐渐接近我们台湾 尤其今天开始 台湾就处在整个大地亚环境当中 特别是今明两天天气 都非常的不稳定 像是今天清晨四点多的时候 气象鼠就针对了恒春半岛 还有台东蓝雨绿岛 发布了大雨特曝 尤其是屏东满洲乡 这里有三十多毫米的一个雨量 同时在这大地亚带里头 还是有不少的热带新 这个系统在萧萧长长的 只是很快的周三开始 低气压就会远离了 所以至少这几天看起来 是不会有热带系统 继续发展的可能 不过周四开始的下半周 就要再继续做观察了 那因为昨天 其实就已经记录了 这个大地亚带环境当中 大气本来就很不稳定了 配合上白天热力作用的影响 昨天部分中南部地区 降雨非常的明显 一整天累积下来 雨下最多的我们来看到 就是在彰化县的二水 有两百零一点五毫米 而且昨天最大食雨量 也是在这里有一百二十毫米 相当惊人的一个雨势 而第二名的南头县浦中 是有一百九十二点五毫米 第三名则是在云林县的 林内乡是一百五十二毫米 不过不要看这高温略降 就以为紫外线不强 今天全台紫外线几乎 还是来到了过量等级以上 所以外出还是不要忘记 做好防晒工作了 那至于今天的雨会怎么下呢 除了清晨 恒泉半岛和台东有这些降雨之外 我们从定量降水预报图可以看到 今天上午呢 这个随着低压带靠近 东北部开始有一些 不定时的降雨 包括整个大台北地区 可能今天时不时 就会飘来一阵雨 而在中午过后 热力作用主要是在西半部地区 还有桃园引南 还有中南部的近山区 都会有明显的午后雷震雨 而到了晚上呢 这东北部依然会有一些 低气压带来的水汽 也就是说呢 今天除了午后雷震雨之外 东北部地区要特别留意 会有一些断断续续的降雨情形 而未来几天的降雨状况 从今天到明天呢 大低压带靠近 尤其是通过了北部海面 整个环境风场吹的是 东风到东北风 所以在东北部大台北地区 都会有不定时降雨的情形 花冬地区也会有 不定时的短暂震雨 其他地区则是以午后降雨为主 而周三呢 这低压带远离了 那算是一整周下来 降雨最少的一天 可以看到这降雨范围 是明显缩小蛮多的 北部和东北部 还是会有一些短暂雨 那其他地区 还是可能会有午后雷震雨 而时间到了周四到周六 这段时间呢 水气又会再度的增加 跟今明两天一样 吹的是东风到东北风 所以呢 整个东半部地区 降雨也会再度的增加 尤其是午后降雨几率 也会更高 而在温度方面呢 今明两天的水气 因为比较多的关系 所以高温不会太高 平均大概是三十四度以下 那尤其明天低压带 通过北部海面 所以北部高温 大约只会有三十二度左右 不过周三开始 就会再度回到了三十四 三十五度上下了 只有说这个后半周呢 东半部水气再增加 所以高温会降一点点 大约是在三十二度 其实最后几点小叮叮 要来看到了 是今明两天呢 低压带靠近台湾 所以天气会特别的不稳定 外出急的带拔伞 尤其是在东北部和山区 降雨会特别的明显 所以要特别留意了 南部恒川半岛这里呢 气象署有发布了长浪讯息 清晨也已经观测到 1.5到2米的浪高 所以沿海作业也要特别小心了 以上是最新的气象资讯 你好 我是宋岳明 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 YouTube频道 YouTube频道